词出了行星模型 那么再告诉我 行星模型有什么缺点 或者说问题 因为一个模型 譬如说后来会被一直一直推翻 一定是因为它可能有什么状况 那个汤姆森提出的葡萄干布丁模型 那是因为我发现它在乎在撞结的时候发现它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原子核 而不是像布丁 就是说它原子的带正面部分是一个很小的存在 整个原子其实是空空洞洞的 整个原子是空洞洞洞的 不是布丁 也不是西瓜 不是那样均匀的分布 所以它提出所谓行星模型 那这个行星模型有什么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什么 电子稳定 它这边的行星模型 你们知道电子就像星星一样 绕的原子核 原子核就是太阳 然后这样子绕 对不对 那这个在电磁波的理论里面 这个是比较超乎高中 但是我想郭老师一定有提 我们带电粒子在做加速运动 注意听这句话 好 这我不教喔 带电粒子做加速运动 加速的话可以是等加速 也可以是圆周运动 也是一种加速运动 它在做加速运动之后它会辐射电磁波 那辐射电磁波是从于是跟它能量会损失 所以一个粒子如果它在电罩 它是一种加速运动动 它就会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来同学告诉我 来 所以会掉下来还是会飞出去 掉下来 这个在学测的考主题后面也有考过 这个它能量损失的时候 它其实会掉下来 那所以这边就是告知它就是不稳定 而且这个如果真的是计算 它是根本数一下子它就不稳定 那部分另外就代表原子不可能存在 问题是大家 我们的存在就是代表原子存在 所以这个立刻就有问题 所以来它这边 告诉你说来它原子是不稳定 所以这边不要写太多1了 好来A好了 是原子不稳定 好请问一下除了原子不稳定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这一题 为什么本来是在讲 讲我们刚刚在讲18题 为什么突然老师讲到原子结构来 请问一下来第二个它不能解释成事件 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在这时候 已经知道这是二十世纪出的之后 已经知道 很多原子的光谱是连续还是不连续 不连续 所以以来它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 那个原子的不连续光谱 不一定是氢原子 反正当时很多原子的不连续光谱 我们都已经看到 请问 既然一个模型提出来 立刻就知道它有问题 那浪赛夫自己也知道有问题 立刻就知道它有问题 那为什么它还可以存在 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特别去提它 它为什么还可以存在 而且后来请问一下 后来是哪一个模型解决的 后来是哪一个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可能是什么 波尔的经验是什么 其实波尔它的经验是从这边出发的 而且波尔他深信 这个模型一定有它基本上正确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透过实验确认的 它透过这个实验确认的原子头的存在 那只是说 为什么不稳定这些事情不知道 所以它里面还有所谓的什么 猫腻吗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一下 在这边的问题里面 它没有办法解释这边 所以这个所谓的不连续光谱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亲眼看过不连续光谱 有没有看过 老师今天有带来 等一下 我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让你们亲眼看原子的不连续光谱 你可以亲眼看到它就这样一条一条一条 等一下我们让你们亲眼看 好来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我先把 因为我希望透过这边 把它整个完整叙述下去 所以来第三个 来就是这边 应该要跳到哪边去呢 看一二三 好 这里 对不起 看我看一下 我必须到哪里去 第三个 来这边我们已经发现电子的轨道 来电子的轨道那是不连续的 好这个不连续我们就叫做能阶 然后刚刚已经讲过越靠近原子的地方来 它的能量是越低 好 那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大概知道它的能量是主要是什么能吗 我们常常在讲它的电子轨道的能阶能阶 你们知道它的能量主要是什么能吗 电子 电这个能阶 有人讲是电子能阶 原格来讲它是原子能阶 原子能阶 那这个能阶包含的是什么呢 是电子在运动的动力 还有电子跟原子核之间的位能 像我们跟地球之间来我们有位能 然后我们像我这边当然是定子的 那譬如说我在讲说在讲月球能量 月球能量的话 你可以算是它跟地球之间的位能 还有月球的动能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在讲它的能界的时候 其实是讲的是它的位能 还有位能指的是电子跟原子核之间的 然后它的那个动能指的是电子的动能 那这个不连续跟这个能阶的话 来这个是谁提出来的呢 那这就是刚刚讲的是波尔的氢原子模型 好 这个氢原子模型呢 有两个 两个 基本假设 对不起我不是很知道你们到底上了些什么 可能有些地方是重复的 但是对我来讲就是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再把它提一遍 好同学知不知道氢原子模型的两大基础角色 你们是不是知道 那个我给你讲 第一个基本假设 我们刚刚讲说氢原子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它两大基础的假设 就是根据这个问题 就是根据这个问题 但是到底是不是简据呢 这有点好笑 他这边我们刚刚讲说原子是不稳定存在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他在做两大基本假设 他就说 我就不管他 那就是电子呢 他不可以在每个地方都存在 他在每个地方都 某些地方他就是不稳定 可是他在特定地方他就稳定 特定的地方就稳定 那你又再问过我说 那为什么这些特定的地方就稳定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 那个单说他还不知道 但他就先假设 所以这叫做假设 来 第一个基本假设 就是电子 只能 呃 这叫做稳定态假定 好吧 先当心 这叫稳定态 稳定态假定 好 这个稳定态假定 告诉你说电子只能在特定轨道 稳定存在 这个我们比较常常在形容的是说 好像你今天如果是跑马拉松 那你在哪边当的都可以 你起跑马拉松一大堆的 对不对 不要这样乱跑一通通都可以 或者说你是在跑 跑什么3000公尺 还是跑1500那种长组的话 那大概说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稍微闷开 可是后面其实就是举在一起 可是你若是跑百米的时候 或者是400米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在自己的走道上 自己的跑道上 对不对 你说离开那个跑道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是那个违规 那你就不稳定 你就是半规 那这点也是一样 电子只能在特定轨道 那那个特定轨道 它是有条件的 好 那个条件其实我们现在就不要加 它那个条件是根据 角动量 是电子的角动量 角动量还记得吗 好 反正那我们就先不管它 好 因为那个是牵涉到一些计算 那我们在那个学测范围里面 这边不会去牵涉到计算 你就先知道一下就是了 你真的有兴趣你再来找我 好 它只告诉你就是这样 而且它有告诉你条件 这样 好 它就告诉你这样子 好 来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 A就解决了 刚刚告诉你原子不稳定 可是这其实是听起来就是很可笑 它只跟你讲说 反正它就是这样子就对了 好 第二个 为什么来它是不连续光谱 那就非常的简单了 因为它只能够在这些地方稳定存在 所以它的电子就是只能在那边跳一跳去 那既然从那边跳一跳去 所以这些能量是不能这样能接 因为它能量是这样接一次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来 它在这边跳一跳去的时候 能量这样就不连续 对不对 所以当你提出了这边之后 就可以算出它的能量 好 所以它这边就是告诉你说 电子 电子 好 电子只能在 不同能阶 好 要签 这个的话就是他Delta1等于 譬如说他后来的E2减掉E1 那E2E1的话是不连续的 本身都是不连续的 E2E1就是他 你如果不知道老师的符号的时候 你要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又视为你是应该是知道 E是能量 那E1E1就是说 你是从哪一个门接跳到哪一个门接 你是从第几接跳到哪一接 譬如说我像从这一接跳到下面这一接 那我在这边的能量是E2 那这边下面的能量是E1 所以就是E2减掉E1 E2减掉E1 噢 好 你们安然老师 很久以前就是在这要讲讲讲讲 在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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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那边就这样下去 他就讲 他很年重欸比较小 他那次后来他就这样就 他就说 那个退休市后来他又就摔了 反正他就摔了很多次 在学校就是这样摔了很多次 所以我们后来学校的那种 那种 那种黑板 就是 就是有时候等下来 就是要一直要摔到很后面去 因为有些老师 就摔到这边太危险了 因为有些老师 有些老师写黑板 就写的很满的 然后就写起来 然后就写起来 没有注意就下去 然后有时候不小心 就会进去摔到 所以后来就变成 那个常 就是变成什么 习惯性的摔到 所以就 对啊 就后来就比较容易跌到 好 那他这样子的话 就解决了 所以人家就有问你说 来他做什么事情 来做就是这两件事情 来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来他解决 好 一样来就是原子不稳定的问题 好 第二个 他最大的成功 我刚刚讲过这个不稳定 其实是有点可笑的 他不一定有解决他 他只是就是强迫你 就是要先接受 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 最主要是下面 就是你来自一个很奇怪的假定 但为什么我们最后接受他 是因为他后面 他怎样 他完全成功的解释了 氢原子的光谱 好 来成功 因为当时氢原子的光谱 嗯 好 所以来这是他最大的成功 氢原子光谱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 但是有照片 好 来 对不起看一下 来氢原子光谱 这是我之前在北女拍摄的 来 那我拍的这个是氢气 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的氢灯里面 它不是氢原子 它是氢气 所以它氢气里面 除了氢原子的话 才是很明确的不连续 那氢气的话 因为它是分子 分子的话还有一些带状 比较连续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张牌好 来这几条 来这就是很有名的氢气列 你们知道吗 氢原子在可氢化部分的最氢气列 巴朗默气列 它是跳到 你们知道那个n吗 所以电子在第一个它叫n等1 2的话叫n等2 123吗 是不是 好那你们知道吗 巴朗默气列是跳到n等1 跳到2 不是跳到1 跳到1等的话 或者是阻外线 或者是萊曼气列 然后这几条 因为那个毕竟我们 如果不知道光火之后 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先看到可见光 所以这几条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巴朗默气列 巴朗默气列其实有四条 那另外一条是 老师的这个 我的那个相机 跟一般的手机 拍不太出来 因为第四条太靠近紫光 那我们的手机跟相机 现在那个紫光 有的不太拍得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我像我拍到就拍了这几条 这个就是氢原子光谱 这个是氢燈 然后那时候很好玩 我们在学校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 当时是同学 他们都用手机自己都可以拍 然后就发现 有些人手机可以拍出第四条 我记得行号把它记录下来 在这边 但是还是太弱了 这个巴朗默气列 它的编号就是 H alpha beta gamma delta 红光 然后这边就是 蓝绿光就是蓝光 这里有一条 你可能看我这边 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你如果你有兴奋 你再找我这边看 那这一条的话就是 像这一台是 我写Sony LG29I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的那个型号了 然后后来还有一台也是 这台是什么 我没有写下的 好来那不是先不管他 那刚刚你们看到的 这就是清源子 哟写到哪去 好来 为什么字不见的 好 来等他一下 OK好来清源成功解释五分 他 后来他刚刚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 最内层的 最内层的 这叫n等于1 这叫量子数 第二层就是n等于2 好 再来是到n等于3 然后可以一直下去这样子 那巴尔默系列是跳到第二层 n等于2 那还有可以跳到n等1 也可以跳到n等3 也可以跳到n等4 那那些的话 因为有些能量是更大 更大就是发出紫外线 能量更小的是发出红外线 所以他又预测说 可能他有一些红外线系列 还有一些紫外线系列 那后来通通陆陆陆陆续续找到 而且找到 就跟他的预测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他 最大成功的地方 好来 这是他最大最大成功的地方 好 原子的是由子子中子组成 好 那你们刚刚也知道子子中子 是由夸克组成 好 请问夸克 这个要知道了 这是历史的 夸克是谁提出来的 是谁提出来的 是谁提出来的 前面这个JJ汤姆森记得那么少 夸克不知道 好 来夸克这是1864年 先这样讲 赤子是谁发现的 赤子也是拉塞子 赤子也是拉塞子 即使是他 那个 因为你们应该知道 赤子就是 赤子就是青原子额 就知道 对不对 或者说青原子额 就是赤子 对不对 对不对 赤子就是青原子额 青原子额 就是赤子 对不对 好 青原子额里面有 赤子 有过种子 没有啊 就一个赤子 就一个赤子 就没有说青原子额 是不是就是赤子 是 那那时候是 拉塞子他们做了很多原子额研究之后 他就发现 很多的原子额里面 怎么都有青原子额 他当时的想法是说 就是青原子额 那其实后来就发现 这个青原子额就是橘子 就是橘子 所以我说是拉塞子发现 好来 那宗子总要知道了 来宗子是我教的 来宗子是谁发现的 查对克 1932年 好 请问查对克用什么方式 发现 是橘子 好 只要讲橘子是做什么事情 查对克比如发现宗子 蛤 都是我教的 什么 材性创造 你们有教吗 没有教他没有教 我要帮我找一下 在我越牢里面 好来注意一下 好来 他其实是利用粒子 来这些粒子的弹性碰撞 他是利用弹性碰撞 我们那时候在教弹性碰撞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为一个那么高深的实验 然后发现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宗子 因为宗子不带电很难被发现 那他竟然可以发现的话 他用的是竟然是中学的物理原理 他就是用异为粒子之间的弹性碰撞 然后透过那个弹性碰撞 算出了 算出了中值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立刻找得到 中班 现在还留中班在这边 所以到了我面前你都不要告诉我 你什么我什么东西没有交 等下下课再找好了不要浪费时间 回到这边 好 然后这个夸克刚刚问你们 你们都回答不出来 来注意他叫盖尔曼 盖尔曼 因为这偶尔有一些题目会提到盖尔曼 耳糟糕要写哪个耳呢 盖尔曼就是了 在1964年 1964年盖尔曼提出来的 后来当然是拿到诺贝尔奖 因为被确认了 要不要猜猜看什么时候实验确认 还蛮快的 1970年 1970实验确认 好 那么你们知道吗 华克是怎么样做什么实验被确认出来的 我现在跟你讲 你大概百分之 95年上 只要人家问你什么栗子这边是怎么发现 大部分 就是用暴力法 我以前就跟你讲过 碰撞 撞击 知道吗 你就是撞击撞击 然后把它一直分裂 看它有什么东西组成的 但是你如果要看到越小的地方 越内部的话 你的能量要越来越高 所以你要看到越深的粒子的话 越来越不容易 因为你的能量要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看 我们要看原子核这些当然是不容易 后来直子中子 他看到直子中子的内部有结构 有夸克组成 那个能量要非常高 所以来直是他比较晚期的时候发现 来直是比较晚期的时候发现的 好 所以 这边 好 我再把 所以这个是这边这样 那我们顺便在这边 接下来就看一下 那个光谱的部分 光谱的部分 你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有所谓的不连续光谱 请问一下不连续光谱 光谱是平常是什么东西才是不连续光谱 如果说我们现在光谱的话 如果是原子 他是不连续光谱 不连续光谱 或者就叫明线光谱 明线光谱 好 那我们这个指的是气体 气体光谱或者是原子光谱 原子 所以我们刚讲像氢原子 好 你等下操 看看一下 我刚刚给你们看了几个 嗯 刚刚看了 来 这个是氦 好 这个是氦 氦的话其实非常漂亮 来 这就是几条几条 好 再来的话 这个是氧气 亚也是 这也是不连续光谱 好 再来的话 这是氮 那氮气的话 它有一些比较带状 因为它已经是有 那个分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那个就有点像带状 好 来 这个是氢 但是氢的话 跟刚刚的氢不一样 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分子加强曝光 所以它有一些 那个 我刚刚讲过嘛 这个氢都是氢分底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些带状 但它比较明确就是这一条 就是这个霸耳默系列 这个 那这种都是所谓的不连续光谱 不连续光谱 好 那这个就是刚刚看的氢 好 那再来的话 请问一下 有什么是连续光谱 白光 不够正确 好 来 大空脸色 往前去 王主席 本空脸色 三冷靜 三冷靜不是光啊 三冷靜是用來分光的 三冷靜本身是用來分光的 分了什麼光 那不是眼鏡 太陽光 太陽光眼鏡 啊 物資燈泡 物資燈泡 還有沒有 好 注意一下 這個是我們後面一段的內容 要去跟大家討論的 你們可以看到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這邊的話 最常見到應該是物資燈 好 太陽 那既然太陽是的話 所有的恆星也是 所有的恆星也是 好 但是 我還要特別跟你講的是 不連續 還有一個叫黑體肥色 我們平常講不連續光譜 它的光譜可能就是紅色 對不對 好 來這邊可能還有 紅色 紅橙黃 好 可能還有黃色 對不對 然後 綠色 紅橙黃 綠藍變直 好 可能類似是像這樣 這叫做不連續 那連續光譜的話它是一片 是通通都有 所以它光譜分布 我們一般來講不會畫這樣 但是它光譜分布就是這樣 什麼通通都有 那這個黑體輻射 我視為你們應該已經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不去提它 我只是問你們 來 哪一些東西會發出黑體輻射 沒有錯 太陽我們就可以視為黑體 所以剛剛太陽恆星其實就是 我們就說來太陽恆星就是 還有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你們一定要知道的 也是你們這次考試的重點 它有什麼東西 是發出是像黑體肥色這樣連續 嗯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動作這麼慢 看不出來嗎 像這種 這種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黑體粉色的分布 這個 這個 紅色點是實驗點 綠色線是 那個理論 這個實驗是完美到不行 實驗點全部落在理論上 你要說是什麼嗎 CMD 知道什麼是CMD C 宇宙 微波 背景 輻射 CMD 好 所以注意一下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這個CMD 宇宙 請問一下這個可以用來證明什麼事情 那個M字 Microsoft 微波 不是Microsoft Microsoft變微軟 好 微波背景 B是Background Microwave 微波是Microwave 好請問一下他可以用來證明什麼事情 這是大霹靂啊 大霹靂 大霹靂 宇宙在膨脹 然後大霹靂 然後我們現在量出來 你們剛剛看到那條 那那個微波背景輻射 我後面有一題 我再特別另外再講 我先不去提他 反正你就知道 你看到連續光譜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連續光譜 好 注意一下 剛剛講的不連續光譜 除了明顯光譜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不連續光譜 還有另外一種不連續光譜 那是所謂的 暗線 暗線 不延續光譜 暗線 暗線 或者叫吸收光譜 吸收光譜 剛剛這種不連續的是明顯光譜 它是發射光譜 剛剛真的忘了講 這種是發射光譜 它是從高能階跳到低能階發射 高能階跳到低能階發射 然後另外一種不連續 是從低能階跳到高能階 它是吸收低的 我從這裡跳到下面發射 對不對發射 然後就變明顯 眼睛就看到 好從下面要跳到上面 就要吸收能量 我把能量吸收了 所以它變暗線 它變暗線 雖然那是暗線光譜 請問一下哪些地方會有暗線光譜 你可以講是低溫氣體 其實嚴格來講 要是那個低溫氣體 有通過一些有光的地方 它把它吸收掉 所以其實這個暗線光譜 或者這種吸收光譜裡面 太陽的光譜裡面也有 它根據這個吸收光譜可以告訴你裡面 它根據這個吸收光譜可以告訴你裡面 那個含有氣體的種類 我們自己下課了 你們等我一下下 含有氣體的種類 你沒事你就先過來 我先讓你看 今天要讓你們看的是奶燈 因為我等一下就沒有辦法去說明 所以先瞄一下 然後我等一下讓你知道一下 這個是一個奶燈 那當然啦 你眼睛沒有辦法直接看到它對不對 就是 有沒有看到 奶燈的原來顏色 有看到沒有 好我等一下要給你透過一個分光影 它剛剛講的三靈鏡是 三靈鏡是最基本的分光 但那個分光太粗糙了 我們有更高級的分光的東西 基本上用的是光炸 那光炸以前我應該有給你們看過 有些同學應該有拿到我的光炸 所以你們等一下 但是我要用 等一下你可以直接來看 所以如果沒事 你要下課要休息 要上廁所就去 沒事的可以先過來看 好 排隊 然後我讓你知道 你要看到什麼東西 有些人看了半天 看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假說我沒看到 蛤 這是你第一次看到這種 來 奶燈 好 我們可以把燈關掉嗎 把所有燈都關掉一下 那個 你應該才可以看 對 對 對 有 有 你稍微看一下黑板 綠色的比較不清楚 最平顯的是那個黃色的 綠色的 對 你要熟悉一下 暗一點 喔 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很模糊 沒關係 好 好 來 自己看 你自己浮一下 他 不然我不知道 對 你自己浮一下 不然我不知道 你自己浮一下 你自己浮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先看一下看一下黑板 好 最明顯的是那兩條黃色吧 黃綠色 有沒有看到 有 OK好 你們要過來看 那些男生們 這是你一輩子第一次看到 不連續光譜 以後可能也沒機會再看 稍微看一下 眼睛熟悉那個暗 眼睛稍微熟悉一下 看到沒有 紅色跟黃色 紅色跟黃色 對不對 你自己手幫忙 綠色的 用力看一下喔 欸 報一下名字 剛好順便複醒一下 齊彥涵 齊彥 來 這邊 紅色橘色 綠色沒看到 來 比賽一下 看誰可以看到綠色 綠色很淡 綠色 綠色 都是在最下面 嗯 對 一排嘛 對 一排 對 等一下眼睛要靠近一點 要往下看 在下面那一排 是 在下面嗎 我看到 上課 看不到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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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了嗎 是不是有看到紅色 是不是有紫色和紅色 但是我只看到這裡 應該是在左邊啊 應該是左邊 左邊 有沒有 左邊 對對對 好啊 來 我可以再看一下 左邊 看到一點點 你要靠近 靠近要靠近它 我只能把這個靠下去看 我們這隻是在是 喔 有沒有看到 靠近靠近 不是我也一直看到紅色 你也只有看到紅色的 喔喔知道了 對對對 要貼近它 有看到了嗎 可能要貼近看 那是我不敢 你自己扶著它 我做什麼都看不到 那妳把這隻眼睛 用手這樣多看 然後你放在哪裡來 往左邊看 左邊 左邊 然後你把整個眼睛貼上去 紅色一條 很多條啊 還有黃色的 哈哈哈哈 稍微轉一下 自己弄一下 然後稍微 要把整個眼睛貼進去看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 這樣子 好來 看 沒有了 你自己扶著他 蛤 沒有 你自己扶著 你眼睛要貼著他 我應該拿個酒精來消毒一下 為什麼我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黑掉耶 啊就在左邊啊 奇怪 這樣子 就這樣 在左邊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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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鏡要靠近 眼鏡靠近 自己扶一下 自己扶一下 我眼睛 有有有 好 好 好 自己扶 有沒有看到 Augen 對 紫色 就是 左邊 在左邊 看到 fis 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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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眼鏡拔下好 那你要貼著它 你自己扶一下嗎 好上課了 来那个灯后面灯打开 好人呢 奇怪你们这些男生是不跟女真吗还是怎样子 还是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要念理工科这个就是奶灯的 老师拍这么清楚那是因为我用单眼 然后我用比较加强长期的曝光 那你肉眼看的话当然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漂亮 好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不连续光谱 不连续光谱最明显的就是太阳光谱里面有 太阳光谱里面有几 除了那个连续光谱之外 他在那个连续光谱里面 等一下我把它暂停一下